大家有吃過冷掉的薯條嗎 我冷掉的薯條都交給專員處理 就是彩蒂 彩蒂很喜歡吃薯條 他很可怕喔 他吃薯條都會加大 然後 然後還全身都是肌肉超可怕 然後他上次跟我說 姐怎麼辦 我腹肌快消失了 我想說 哇那他真的撐滿久了 看來他又把他練回去了 他說快消失根本就沒有 他只是想要騙我看一下而已 陰險的傢伙 他是真的 就是他那天就我回去了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 就是我去看演唱會那時候 他說姐怎麼辦 我的腹肌要不見了 然後我就想說 最好是還這麼明顯 我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真的 你們要別人看的話 你們就讓別人 你就會說 欸你要看看我腹肌嗎 不是說 哇他快消失了 你們是來用 什麼農場標題 你以為是什麼 你是 你以為你是北極熊嗎 你以為你的腹肌是北極熊嗎 如果是北極熊我就可以看 他如果有北極熊形狀的腹肌 我就看 如果他真的有北極熊形狀的腹肌 我就 就 我還是不喜歡 可是我可能會 多停留個一兩眼吧 我們到底在討論什麼東西 我早上在吃麥當勞的時候 地球形狀的腹肌是什麼 哇那很 哇 哇 那 那很 那 那 你可以跟 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說 那就是他的全世界 你就想看看我的全世界嗎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難道他要說我嗎 或者是他以為你手裡面藏著一個鏡子 然後你就把你的衣服掀起來 然後他就會看到你的全世界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你有500多隻瓜瓜在聽我講廢話